俄罗斯在5月10日发动试探性进攻之后 从5月11日开始接连几天 在哈尔科夫轴线上对乌克兰多个城镇发动进攻 我们今天就来结合一下西方和俄罗斯的战报 分析一下俄乌战争到底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俄罗斯智库Ribar的地图分析 左边是5月10日的分析图 可以看到5月10日当战役刚打响时 俄罗斯只是试探性的进攻 进攻方向只有两个 分别是哈尔科夫东北部的沃尔查斯克和哈尔科夫北部的利普齐 而到了5月13日 俄罗斯明显扩大了进攻规模 正面除了向沃尔查斯克推进之外 在沃尔查斯克以西 俄罗斯试图向卢比日涅这个城镇推进 这两个城市息息相关 我们来看地图 沃尔查斯克这个城市被一条沃尔恰河 从城市中间分开 根据俄罗斯的战报 截止5月13日 俄罗斯已经攻入城北 控制了大部分沃尔恰河以北的地区 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该河为分界线 而沃尔查斯克的补给路线 则是沿着该城西南 穿过北顿涅茨河 经过卢比日涅到达哈尔科夫 而俄罗斯的另外一个攻势 正是沿着边境向卢比日涅推进 试图控制北顿涅茨河一带 而如果卢比日涅被攻占 那么沃尔查斯克的局势将非常危险 看完了俄罗斯的战报 我们来看一张西方分析家做的局势图 这张地图标有地势 能让我们更轻易的理解周边的局势 沃尔查斯克市中心有一条河流经过 而市北面都是高地 平均海拔都在150米以上 而整个城镇以及城镇以南 地势较低在100米左右 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俄罗斯控制北面的高地 就可以使用火炮攻击该城镇的防御设施 指挥中心和补给路线 而根据这张形式图 目前俄罗斯只是攻进了沃尔查斯克北部的郊区 而该城河北的地区 依然在乌克兰的掌握之下 关于沃尔查斯克的局势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著名西方的机构 Military Land制作的地图 从这张地图来看 乌克兰负责防守的是第57机械化步兵旅 俄罗斯目前沿着两条公路 攻入市北的郊区 市中心仍然掌握在乌克兰手中 乌克兰在5月11日就开始疏散沃尔查斯克的居民 到截稿为止 沃尔查斯克只剩下几百名居民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 就是乌克兰战车行驶在沃尔查斯克的街头 和俄罗斯展开巷战 而在另外一段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乌克兰战士 在树林中和俄罗斯士兵交战 战场弥漫着浓烟 甚至还能看到被炮火击碎的树枝到处飞窜 我们综合俄罗斯和西方的战报 可以看到双方的分析差距不大 目前沃尔查斯克陷入激烈交战 主要交战集中在河北的郊区 而俄罗斯为了避免强攻沃尔查斯克 带来的重大损失 正在从侧面试图包抄沃尔查斯克 其中在沃尔查斯克以西 冰封直指卢比日内 同时在沃尔查斯克东面 俄罗斯也在试图发动迂回进攻 我们再把目光移到 哈尔科夫北面的利普齐方向 来看这张地图 俄罗斯的主攻方向在利普齐 而目前利普齐北面的八个村庄 已经相继沦陷 到5月13日 赫利伯克和卢基扬齐 这两个村庄也被俄罗斯攻陷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利普齐将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 乌克兰也不能再后退半步了 而进攻哈尔科夫 并不只是这一个方向 在利普齐以东的泽列涅 也遭受到了俄罗斯的进攻 不过到目前为止 该城战仍然在交火之中 并没有被俄罗斯完全控制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有着百万人口 俄罗斯以哈尔科夫为目标 这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要先蚕食哈尔科夫周边据点 哈尔科夫正北方向的利普齐 和东北方向的沃尔昌斯克 就成了这一阶段 俄罗斯进攻的重点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线非常长 也不排除俄罗斯在其他地方发动进攻 5月13日在哈尔科夫西北的苏美地区 乌克兰已经将前线的几座村庄的村民疏散了 因为这里也有可能成为俄罗斯进攻的下一个目标 而在基辅方向的切尔尼哥夫州 乌克兰也有报告出现枪声和交火的情况 在方向上有可能是俄罗斯的阳攻 俄罗斯希望在7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 不断吸引乌克兰的注意力 使得乌克兰的主力部队无法向哈尔科夫地区集结 乌克兰面对这样的问题 波罗的海三兄弟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我们来看这条新闻 爱沙尼亚正在认真讨论 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后方工作的可能 乌克兰在前线需要更多的士兵 可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俄罗斯有着非常长的边境线 这些地区不可能没人防守 在2022年 俄罗斯正是从白俄罗斯境内发动进攻的 而如果北约国家能够派遣士兵 帮助乌克兰守卫后方 那么就可以解放更多的乌克兰士兵 投入到前线去作战 这样的话 北约不需要直接和俄罗斯开战 就能帮助乌克兰在前线投入更多的兵力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解决方法 不过目前 北约内部对派遣军队的想法存在重大分歧 其中德国和美国断然拒绝了派遣军队的想法 美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向媒体表示 拜登政府的政策是通过大量的援助计划来帮助乌克兰 但坚决承诺不派遣美国士兵 相比之下 英国、法国和波罗的海的立场则更为支持乌克兰 法国总统马克宏多次表示 不排除派遣法国军队 特别是法国外籍军团前往乌克兰的可能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不断有中文媒体传出消息 表示法国已经派兵 特别是外籍军团进入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作战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消息 不过在过去一个月以来 没有任何一家严肃的西方媒体 报道过这个事情 到目前为止 一些身在乌克兰的军事博主 也没有透露过类似的消息 这样的消息只是在中文媒体圈中流传 我基本可以断定 法国派军进入乌克兰是一条假消息 总统马克宏虽然有一定的意愿 但是在北约内部面对相当大的阻力 而且纵观这次乌克兰战争 法国政府给我的感觉是 说的更多做的更少 至少在军事援助这一块 虽然德国人嘴上态度不太明确 但是德国人的军事援助的数额 是要远远超过法国的 乌克兰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去年被解雇的乌克兰总司令扎卢日内 我们就能看到 其实当时扎卢日内的判断 是比较准确的 当时扎卢日内认为 乌克兰至少需要动员50万士兵 才能够继续反攻俄罗斯 然而正是这一决定和总统泽连斯基 产生严重分歧 我们看到今年的战况 也能证明扎卢日内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乌克兰在地面上依靠的还只能是自己 北约盟国能够提供的更多 是军事装备的援助 希望乌克兰能够更快更好的 抵御住俄罗斯的进攻 我是子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